您有沒有簽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臉書 這很難回答 我簽了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送出去 一個是非題 回答拐了好幾個彎 自身立委賴士堡 對復婚期主張的臨時會 當場開啟議事小學堂 只有開議的時間的改變 沒有臨時會這個東西 因為臨時會是在 非開議時間才有臨時會 傳出超過十一位欄委 美聯署黨團的臨時會主張 包含軍系陳永康 新科立委羅志強 還沒開議總召微信救手衝擊 就連在花蓮舉辦的共事營 也陸續有欄委表態 興趣缺缺 三天兩夜共事營 選在復婚期大本營花蓮 二十四號團結晚會 二十五號聚焦立院工房課程 微容會分組討論 二十六號花蓮在地考察 但當中末適逢元宵節 讓區域立委們很傷腦筋 第三天沒有那麼必要 我可能也會先提早離開 我們也非常重視地方的經營 所以我想就二十四號 就專心於地方的選務 有一天因為我們選區的活動 確實蠻多的 可能就沒有辦法到 敏感問題通通不回應復婚期的挑戰 先從黨內來 戰斧飛彈的隱性 大概一點燃之後 就面臨熄火的一個狀態 國民黨整體在所謂的 橫向跟縱向的聯繫上面 並沒有辦法做到一個 很好的溝通 反而變成是個性歧視 就怕共事營零零落落 國民黨十七號特別發新聞稿 強調贏隊是為了強化團隊 極戰力 要大家踴躍出席 幫忙催人氣 三天新聞 陳菊姐 波文萱 泰報道